美国一直在推所谓的价值外交 以前安倍晋三也在推所谓的价值外交 一直在推这个价值外交 价值外交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 所以世界各国都应该跟他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价值外交 这个就好像说我认为我的信仰是最好的 所以你都必须要跟我信一样的 例如说假设我认为我的神是最好的神 那你的神就不是最好的神 那因此你要放掉你的神 因为你的神不好 那你要改信我的神 如果你不改信我的神我就打你 我就压迫你 我就逼着你信我的神 那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就杀你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过去看到的宗教战争 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显示出 欧美的这些国家有这个习性 也就是说我的神才是最好的神 你的神绝对不是最好的 所以你不信我的神我就去杀掉你 这样的一个情形像我们看到 以前穆斯林在扩张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手可蓝筋 一手弯刀 不信我就砍你 那这个宗教这样走都太极端了 可是宗教是如此 在政治制度也是如此 美国认为我的制度是最好的 所以你不用我的制度 你就是不对 我就要压迫你 我就要推翻你的政权 我就要改变你 你一定要信 你一定要走跟我一样的政治制度 这是一样的逻辑 这个在哲学上 在逻辑上都一样 好现在的普丁跟中国 跟习近平其实就是告诉美国 欧洲的国家特别是美国 因为美国在阿富汗已经搞了20年 就是我的制度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把你的塔利班推翻 然后呢就用我的制度移植过去 20年以后 这个塔利班又回来了 然后美国失败了 然后他又说 对不起我们回到我们过去的 这个酋长国的制度 所以你看塔利班一开始就说 我回到我的酋长国的制度 这个态度就很明白 那其实俄国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主张会比它得到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欢迎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 都不希望任何人去改变 他的政治制度 也就是我的政治制度 是我自己人民决定 而不是你来决定 不是你外来的人来决定 我觉得这一点是表明得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就在于 这次普丁特别谈到南海 特别谈到南海 谈到台湾 谈到香港 谈到这个西藏 这个些问题 普丁的态度很明白 就是说 我绝对替你中国 如果美国在南海 跟中国大陆打仗 俄国就会支持 因为这个态度就已经摆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来讲 普丁跟习近平是 马上就可以打电话 去共同商讨 怎么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可是您记不记得 前一个礼拜 这个英国的外相 就是外交部部长 正在呼吁说 我们目前来讲 唯有中国大陆跟俄国 能够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即使我们百般的不情愿 不愿意 我们还是要接受这样 这个叫做公开喊话 希望大陆跟俄国来帮忙 但是问题就是 你会发现 英国的外交部部长 讲完了 讲了半天 大陆连回应都不回应你 那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G7的这些国家 目前你跟习近平 跟中国大陆是通不上话 那美国也一直在放讯息 但是就是我不想回应你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美国在这边处理阿富汗的问题 G7处理阿富汗的问题 他们都已经无力了 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途径 也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问题就在他们喊话 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帮忙 但是你很清楚地看到 连空中的回都不回 那就不用讲说能打电话了 可是普丁跟习近平 马上一个电话就来了 完全不是那种冷除理阿 完全不是 所以代表说 这两国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紧密 因为军事上已经紧密到 就是俄国的士兵 进入中国大陆 使用中国大陆武器装备 进行演习 中国大陆士兵进入俄国 使用俄国武器装备 然后进行演习 这个代表彼此之间的信任度 已经到相当的一个程度 没有军事同盟的这个条件 但是其实他们更展现出 未来相当有可能是协同作战 或是背靠背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 那你想想看 欧亚大陆的这两大块 最大的最强大的国家 连在一整块 你对于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讲 他们怎么跟美国完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中国大陆 自古以来跟欧洲 中国就被欧洲人欺负 而中国人没有去侵略过欧洲人 那也就是只有欧洲人 英国人跑到亚洲人来侵略中国 法国人 德国人等等 荷兰等等 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跑到欧洲去 可是今天欧洲却跟美国联合起来 对抗中国 那这样的情形下 难怪中国大陆跟俄国变成 最紧密的朋友的情形 你想想看有中国大陆支撑 中国大陆庞大的工业力 你欧洲怎么跟俄国打 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整个方向错误 而且被美国人牵的鼻子走 牵到最后 这个我觉得是坦白说 欧洲人相当长的时间是很有自信 可是二次大战以后欧洲人失去自信 他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国强国 所以都跟着美国人走以后 走到今天你看连撤侨 欧洲人暖入无力 对 等一下好好谈一谈 然后苦不堪言 这代表什么 代表已经完全依赖美国的下场 就是这样 是 那老师刚刚有谈到普丁 那对台的部分 当然也有谈得很清楚 就是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就让我不禁想到 我不晓得赵新还记不记得 就是在六月的时候 那时候是美国的NBC 那有媒体的记者 也是访问了普丁 还做一个电视的专访 结果在那个时候 其实普丁被直接问到说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犯台湾 你俄罗斯如何回应 结果普丁有人就说 你是在什么装迷糊吗 他说什么 你认为中国计划用无力解决台湾问题 然后对照在现在 他其实就是很清楚告诉你说 我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 中俄的关系更加紧密吗 怎么看 那个视频不但我看了 而且我看了十几次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访问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经典的案例 可以展现普丁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的这种反应跟清晰的战略思维 非常清楚的 这个当然这西方的记者 想尽办法会去问这种试探性的问题 他就是要导引你出来说 对啦这就是一个威胁 对啦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 就是会打起来啦 对啦我今天俄罗斯在这边 就是左右为难 这是一种挑拨式的问法 可是今天我看到普丁在那边 是自信满满的讲 坦白讲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提堂 我不知道会提到这个 但是我准备要就要提这一段访问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真的是自信满满讲说 你以为这个中国大陆一定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 你有什么证据觉得说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打台湾 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国家 有非常基本的国策 现在看不出来有任何迹象 两岸会发生战争 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破解了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是第一种 就是普丁有清晰的战略智慧 第二个他跟中国大陆之间 他很知道中国大陆在想什么 他很知道东亚的情势 在怎么样的掌控之中 所以我们在看说 今天他们发表这样的一个声明的时候 其实是除了表达一个坚定的 没有关系以外呢 更表达的是呢 其实美这个中国跟这个俄国 他们在这个战略上不只是呢 局部的讲阿富汗 而是整个周边地区的 对相对于印太战略的一种整体的回应 他是非常清晰的一种做法 那当然也是安定的 就是说整个国家彼此之间 其实很多的周边国家在看 他也会觉得说 一个国家不管你的国策是要或不要 有敌意或没敌意 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不可预测 所以难道看到是什么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两个在这样的一个战略 问题上面有清晰的态度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如何应对 这是很重要的 刚刚大老师讲那个很经典的 那个那个演习 这个叫西部演习嘛 他可以居然俄罗斯的军队 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土地上 这是多大的信赖进行这样的演习 而且他们演习的那个火力的密集度 是超越韩战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经典的一个演习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阿富汗的稳定力量 那西方国家为什么求援求援 现在求援是不是真的要帮助他们呢 也不一定是怎么样 是希望能够去争得一点点 留在阿富汗的残余的利益而已 可是问题是你今天自己没有管理好 或者是没有handle好 阿富汗的情势的时候 撤出也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今天中俄要去稳定阿富汗的时候 你是一个要撤出的势力 你是一个要落跑的人 为什么要理你 我就好好的把阿富汗稳定下来 才是我当务之急